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PT大西瓜成功学资访谈 本期我们邀请到了Chris同学 他在这次的考试中拿到了高分欺诈的好成绩 其中听力拿到了相当于雅思7.5 口语拿到了接近于雅思8分的好成绩 我们恭喜他 那Chris同学在来大西瓜之前 我们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 在大西瓜之前的话 我是找过一个老师 他是就是一对一的那种私教 上过技巧课吧 但是就是对PT一个入门了解 然后上完以后就自己开始自己练 我就考了一次 我就觉得可能我考不过 所以还是要需要更多的一些培训吧 所以然后我是通过小红书刷到了这个Jacky老师 就有看到他的视频 他就是会吸引你的注意 你就会想要更想要看他接下来说什么 然后下一个视频会提到什么 那Chris同学 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在大西瓜我们就读了哪些课程呢 我先报了两个月吧好像两个月的浸泡营 然后发现就是我需要想要针对一下去找老师去帮我指点一下 然后后来我就报了那个一对一 因为我就是一对一跟那个真体班两个同时在进行 那通过这个浸泡营啊一对一啊还有真体练习课 我们得到怎样的帮助呢 在就是老师当一对一上课的时候 他会通过就是我做题 他会点出我自己个人有可能存在的问题吧 然后在那个真体练习课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很重要 因为每节课老师都会讲一些不同的真体 除了就是加深技巧之外 他对这个题的话你印象也有加深 我觉得因为在真实考试当中还是会遇到很多真体的情况 所以还是应该掌握正确的方法跟技巧 然后把它老老实实运用到真体上 因为市面上会有一些比较投是真的那种比较投机去找的办法 但这种办法只是让你短期 你感觉哇很简单很爽 但其实考试的时候遇到你没有做过题 或者是你没有练到题你就会非常崩溃对吧 对没错 因为像我这一次考试的时候 我越我遇到的RO 我觉得RO我首先对我来说我很受用 就是老师教过我的技巧啊什么的 然后经过一些大量的就是练习 那我就就算我遇到了不是就是预测里面的题或怎么样的话 那我觉得我也是可以胜任的 而且像RO啊 FIB啊这种考试时候 它并不是一个百分之百命中的一个题型 那考试的时候运气好的话 我们遇到题都是我们之前练过的对吧 但是如果假设这个题我们没有练过那也不用慌 因为其实大西瓜的RO的方法啊包括FIB的方法啊找雷达词啊倒退配置法啊这些其实对我们的考试有非常大的帮助 能让我们在考试高压以及时间比较短的情况下依然能很快速的找到正确答案对吧 对没错 那Christy同学方便分享一下我们在这次课后复习了多久拿到这次高分期占的好成绩呢 因为我是全职工作的我是在考前请了一个礼拜的假 那我的一对一的课是上可能大概因为一对一结束了之后 我是一直在跟这个整体课在练大概一个月左右吧 那我们因为刚刚我们有聊到是一个全职工作的兼职备考的一个状态 那我们平时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每天大概花几个小时在PTE上面呢 首先我我个人的话因为上班我会趁上班坐火车的这个的时间 就是出门以后我就会戴上耳机一直听 我当时是听的是repeat sentence 然后然后还有SST因为之前实在太多了 然后我我比较我技术比较差 所以我可能用一些比较笨的方法 我就把答案自己读然后录起来听 当然我会先听原题 就是我把原题的音频消化的差不多之后 我就会开始去巩固我的这个答案 就是我自己的方法 其实这些方法非常受用的 特别是对于就是备考时间有限的同学 并不是说我非得要有大块大块的时间复习 那才叫复习对吧 其实平时上下班利用我们很零碎的时间 你这个零碎时间加起来也是一笔不少的财富了 对吧 对没错 就像FIB因为有大量的这个题库 然后而且也不是命中率这么高 所以其实练习越多的话 可能累积的东西会更多更好 所以我可能每天就是10到体左右 就在上班的时间 那当然我后来休假之后 我就会相对就是量会加大一点 就但是每天都在练吧 我是考前修了一个礼拜 那这一个礼拜的话 我们每天大概学几个小时呢 我每天的话 我基本上是从11点或12点左右开始复习 复习到跟可能大概两三点就会休息一下 睡个大概15到半小时的午觉 那这样子醒来之后 我会就是会更精神一点 可以继续复习 然后到下午可能5点左右 我要开始准备做饭 我在晚饭之后大概会8点半到9点 又开始继续学习 学习到晚上11点左右 方便给我们分享一下 大西瓜的备考材料 你有使用哪些呢 然后你最推荐哪一个呢 我是基本集中于在那个易经经 就是每一个月发的易经经 我集中于那个易经经 然后每个礼拜的预测的话 假如说我是准备考 然后预测已经出来的话 我会看一下有什么新增 而不然的话 我基本是以易经经为主 对于我们整个考试来说 我们整场考试里最有信德的是哪一部分呢 首先听力吧 因为我听力一直 我觉得是我一个很弱项 但是后来我发现 因为WFD它的占分比非常的高 虽然FWD之前也有在练 但是可能没有练到 就是基本能背下来的那个程度吧 然后以前也不知道试词法 就是来大西瓜之前 不知道有这个试词法的这个东西 所以呢 那听到的东西常常会漏 因为英语当中有很多弱读啊 什么的 那譬如说一些什么 呃啊 得啊 off啊 然后就很容易漏 那我在第一次使用这个试词法的时候 因为我是先把那个WFD是先听一遍 然后写一遍 然后看一下我错在哪 漏在哪 然后过了一遍之后 我会发现很多时候漏的是什么 呃啊 得啊 定观词啊 借词等等这个东西 所以我的试词法 我是很多词 你还记得就是我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有说过 WFD的话它有一个名词五件套这些专业的试词方法 我们在这次的考试里面有运用到实际的考试中吗 呃 有我是在五件套的基础上再加一些 因为我根据我之前错的一个方向 那我会把我想我怕我可能会漏掉的 例如说借词啊 什么in啊 on啊 这些at啊 as我全都加上去 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一个句子能试到二十多到三十个词 那呃 我们WFD大量试词 那我们的这次考试大概过了多久出成绩的呢 呃 我是因为我证件有问题 所以我的成绩没有当天出来 是呃两天 Christy同学 作为一个高分欺诈的成功考生 你有什么想对现在还在背考同志分享呢 在考前的话一定要去做一个模考 然后呃 我是我第三次考试的时候 我没有做模考 所以去到考场的时候我就很慌 因为呃很多提醒啊什么 有点就是搞不清楚了 那我这一次考试之前 我就去呃买了你们家的那个模考地 嗯的那个模考试卷 对 就做了一遍 然后呃我顺便把它录下来 我怕万一可能还要看一下 就是比如说呃什么题做完了 大概是什么题 就是就把流程尽管熟悉一下吧 嗯然后嗯然后我把就是我做过的一些阅读 我会再看一下我我填的空错在哪个地方 嗯尽管他呃不是说就是 会考到的题但起码我有做累积 我们在报一对一之后不是有一个专属的学习小群吗 对吧那那个呃那那个学习小群里面老师有在课后一直给你改作业吗 还是说上完就不管你了啊有的老师一直会 可以催促就是写作业给他看 那我们感谢Christy同学今天带来精彩的呃 PTE备考经验分享 我们本期的成功学子访谈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